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我们的直播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打给我们 或者是发过电邮过来的 嘉宾是Rafi 在这里 研究部高级分析员王伟豪 早晨 您好 听听电话 林先生 早晨 林先生 你好 现在手头未有货 179 德昌电机 看看这个位置 融入不博 上网多少 好 暂时来说 这只股份偏远 去到28.7毫半 如何部署德昌电机的情况 林先生说未有货 如果认为德昌电机未有货 我觉得暂时再等一等 因为特别过价来说 今天本来就高开了 但之后回答得下来都挺急的 我相信未来都会在现水平 可能29元 哪里呢 叫做反复住 短期来说 我相信有机会挑战 即是考验 大概条件 可能250天线 28.5的位置 如果你真的很想进去的话 我觉得起码去到28.5 看到它是站得稳的 我才考虑买下去 到时来说 都是以之前的顶 30元以上 做一个短期的目标价 而下面来说 只要我相信这一阵50天线 大概27.8附近 是可以站住的时候 即是来说 不需要那么急去指示 是 另外一样东西 恒指数 一个星期可以去到多少 好 现在 恒指方面 27940点 现在升198点 见到 就是说 内地股市方面 升势非常犬猪 今天来说 继续急升 2%上来 去到86点 去到2281点 可能之前 港股因素才升上来 那会否继续可以受惠 内地方面一些货币宽松政策 因为现在说 所有的经济数据都比较差 但都在说 可能很快就会降准 所以就解释到 国企指数 和中资金融股 跑赢大事 未来 会否可以继续推高恒指的表现 当然 如果以现阶段的情况来看 其实恒指向上的机会性 还是比较高 特别就是 随着近日出的数据这么差 大家对后市 再来一步 去到宽松的政策来看 都是比较叫做利好的 现在对市 也有一个大动作存在 但是这样说 如果以这样看 我相信 这个礼拜 恒指 其实还有机会向上挑战 特别以现阶段来说 其实今天都差不多 上市前几天的高位 28,100附近 我相信只要能够突破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其实上面来说 有条件 试一试回上28,500楼上 我觉得下个星期来算 可以以这些位置做短期的目标 但当然你说小心一点 现阶段一下 差不多 问10个 10个都是看得好的 但没错 自己也是 整个气氛是好的 但等于不需要任何人担心 其实就绝对不是 因为你说内地市这些星期这么急 特别这一阵都依然是融资融卷 叫刺激紧的时候 其实都不可以忽视一点 就是 没错 政策面上说 可能有点的你有因素 但也不可以忽视 就是中证间方面 会不会就着 稍微按一下刺激的风气 也不奇怪 如果到时短期真的出手 可能市场也会借实回一点点 所以刚才说了 上面来说 先看着28,500楼上 反而下面来算 短期来算 以27,300点 做这一阵的支持 好 多谢先看家庭观众林先生的电话查询 先听听下一位的朋友 就是张小姐 喂 你好张小姐 是 我有两柱面周梅 1171 是的 一柱是19.2 一柱是12.3 就现在不知怎样 跌到这样 OK 即是账面上有些亏损 但是近期来说 都升了很多上历 去到8.41的位置 染煤方面 近期就是一些 其实煤炭股 不是太差 做好一点 之前都挺开心的 好像冲到10.5左右 这些位置 但就很快下来 去10天线左右 如何部署 短期内又可不可以继续做好一点点 以上染煤来说 始终你本身身后上 需要有两柱 但价位上说 价要比较高一点 那无论这一刻 你见到染煤之前 那样升过也好 其实都未再上到你那个 那所谓的家乡价 更何况这一刻 都在上市 看到开始有些 挺固的一个现象出现 变成价又不算太理想 而以基本面上说 一向煤炭葉 雖然過去幾年都不斷說 就是那個煤價的問題 但是這一刻來說 我相信這樣計算 再差的情況就未必會再惡化下去很重要 但是煤價反彈的幅度 我相信也不會太顯著 意味著染煤或者相關的煤股 可能在今年也好 或者這段時間也會繼續反覆著 或者沒什麼太突出的表現 所以很難說一下子回到光明壓價頭上 所以暫時來計算 如果你真的拿了這麼久 或者最多住高位有貨 都想考慮在這個比較好的市況下 可不可以減低那些磅 我覺得其實可以這樣選擇 但是當然以價位上說 就不是叫你馬上去走 因為特別以股價上看 剛才提到的升後有能整股 但是很少這樣看 就去到大約十天線附近 你見到這兩天開始有些支持 慢慢都叫上一點 所以我相信短期來說 只要不穿一條十天線 大概八個二十半附近 其實我覺得你還可以繼續向上握 反而上面來計算 看看能不能夠這一陣 挑戰大約九個三度的水平 我覺得彈回九個三度 才考慮到沽出部分 叫做減一減光理的離場 好 OK了 張小姐 我想問問 因為A股 它整個十五個多 但怎麼都追到它的差價 OK A股我們先報價 現在升4%左右 到15.64人民幣 如果以A股來計算 的確是15.64人民幣 你計算港幣 可能是十七百元 如果以現階段 即H股的染媒來計算 都是大約八個多 九元來計算 都真的還有一倍的折陽 但為何說真的炒不起呢 我覺得這樣說 沒錯 大家現在經常講 說AH股的炒作因素 可能追到AH股比較便宜的股份 但追得來 我覺得大家不是完全不考慮 那個實質的基本面 因為以中整個煤炭業 正如剛才所說 始終看法上 都是比較負面一點的時候 我覺得就算炒得好 不會太久 所以現在你看到幾天來講 染媒不是沒有炒過 特別你說在四月初回來 由當時也只有六、六、七這邊位 上到最高十元以上 其實短短幾天來講 都乘著那一陣市大升 都升了差不多三四元上來 完全沒有升過 所以只不過升的勢頭 不能夠保持太久 反應就是基本面比較頑皮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要等下一輪 如果下一輪再炒AH股 炒到他們的時候 有機會令股價上9.3流上水平 所以剛才說得怎樣 以9.3流上做一個減一減榜的價位 好的 多謝先家庭觀眾 張小姐你的電話查詢 我們先看看電話 家庭觀眾姓芳 不要緊 問一下 不控水務編入371的股份 他說現在股價還能否進入 我們看看 其實見到有國策方面扶持 水十條正式出台 講回污水處理的問題 見到這兩天來講 累積的升幅差不多有兩成 由六元升上來 今天還要升8%有多 去到7.3毫半的位置 其實都很吸引 升了兩天 怎樣部署呢 如果本身有貨 真的吸引 再拿著 但如果真的未有貨 如果想後退位買的話 始終這兩天升那麼多 上來 你說還好嗎買呢 我真的不是太建議 雖然這樣說 你說今天和昨天升的最主因素 都是水十條 最終真的是出台 是 而且這次水十條的規模 或者內容來計 是比之前傳得更加詳細 更加大 之前傳兩萬億的金額 其實看昨天水十條的詳情 都大約四至五萬億 而且範疇很廣泛 供水污水全部都有 但是令到這堆炒會是有理由的 但怎樣轉講 這樣的一個炒法一來比較急 二來這次這麼詳細 或者是大的壓度 相對我來說 能夠做到都仍然有些保留 因為它那個目標 是定得挺進取的 如果以現在內地污水的情況來看 就真的還差很遠的距離 我相信幾年裏面 未必真的做得到這個目標 所以有些保留 所以短期升那麼多的時候 不太建議追 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 我覺得起碼 等它回到六個九樓下先 我覺得低一些 起碼估值上沒有那麼貴 才部署回到未遲 到時計 以七個半樓上 做一個初步目標價 我相信能夠守住 大概六個三這邊位 不需要緊急指示 好 六個九樓的位置 其實今天來講 就開始佈在六個八毫半 曾經低位 都是他們的低位 六個八毫半 可能等一等 六個九樓左右 就可以賣一點 做一個部署 謝謝大家的觀眾 給我們的電郵查詢 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問Ravi你說的幾隻股份 有沒有變電查主 也沒有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的直播 環節 不要走開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